住家監視器拍到 對面車道有騎士貪圖方便 看到白色轎車一通過 抓緊空檔穿越雙黃線 沒注意車道剛好有機車來 兩車擦撞 兩台車碰得一身撞車了 騎士倒地瞬間 身上疑似有衣服被勾到 手臂整個被對方機車拖著走 整個人地上滑行 就搶快啊 他們說不要報警 後來又報警 事發在26號晚間8點多 屏東市光春路上的車戶意外 騎士疑似違規穿越雙黃線 撞到對向車道 而居民說附近常常有人違規 同一支監視器去年11月拍下 騎士雙載穿越雙黃線 被後方的車輛撞上 兩車倒地人噴飛傷得不輕 而這地方是通往萬 但來意部分路段是雙黃線 當地居民疑似不想花時間 騎到前面路口回轉 直接跨越 于該路段跨越雙黃線回轉 于一部南往北執行重機車 攀信騎士發生差狀 雙方輕微擦傷 左側池均為零 警方統計今年一到八月 該路段共發生三起事故 也將加強巡邏取締違規 而騎士跨越車道撞車倒地 被對方機車給勾到拖行 這一幕被監視器拍下 過程驚險 幸好只有輕傷 三起零的萬智紅書珠 Pinno Model Pinno Mod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